要晓得古来祖师大的为什么要汇集 汇集有道理 是让你说你省很多事情 要不然你五中云一本都要念 你才能把世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介绍 你才能够完全看到 因为这个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不是讲一次 讲很多次 每一次讲当然都不一样 所以介绍下来之后都成为无量手机 这个道理我们懂 那么读汇集本呢 就是五中云一本通通都读到了 这个是祖师大的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做得很好 让我们省很多事情 这个云一本就是集五中云一本的大臣 这集大臣 所以我们对这个丝毫没有怀疑 这个汇集本是李老师传给我的 我对老师有信心 别人怀疑 我不怀疑 如果别人怀疑 我要怀疑了 人家马上就要骂我 净空发誓 被私叛道 我这个罪名马上就来了 你们不是李老师的传人吗 当然你可以否定 可以反对 我不可以 我一反对的时候 我没有立足之地 天下人通通都反对 我坚持修这个法门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这个道理主一定要了解 下面一位香港的一位红巨师 他说弟子是我们这个道场的义工 他的先生在2000年8月被打劫之后 医疗至今昏迷不醒 那么这勤健空发誓开始 弟子除了松筋放生吃素 还要做些什么 才能使他早日抗扶 甚至于有什么办法 能减轻他的业障和求生净土 在这个时代 能理道德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很痛苦 人与人至今只有厉害 而且我们细心去观察 现在的人 无论是大人甚至于小孩 他想些什么 他说些什么 他干些什么 你要细心观察了 你就感到这个社会很可怕了 这样发展下去 二十年之后 这个社会不能住了 人跟人在一起都充满了运恨 怨气 对谁也不相信 父子都不相信 你看现在是 儿子杀父母 父母杀儿子 兄弟互相残杀 常常听到 古时候没有这种事情 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到底毛病出在哪里 我们也很细心去观察 根源处在教育 我们中国厌语所谓的是 上梁不振下梁歪 上梁是什么 做父母的 父母没有做好样子给儿女看 你要想儿女将来孝顺的时候 这怎么可能呢 中国教育的特色是在家庭 过去大家庭不像现在小家庭 大家庭一个家庭的时候 人数少的都有几十个人 大的有几百人这么大的家庭 所以齐家就能治国 小孩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至少从小孩出生 他眼睛张开会看 他小耳朵也会听 虽然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他已经在学了 大人的一举一动 这个时候都给他很深的印象 所以小孩到了四五岁 就很懂事了 大人都是好样子给他看 他就学好了 大人样子不好 他就学坏了 那想想看我们今天做大人的 给婴儿 给青少年 给他做什么样的样子 他学得很快 学得将来的效果叫变本加厉 我们只有一分坏 他将来就十分坏 他的儿子就一部分的坏 这还得了吗 我们细细去反省 我八十岁了 我常常跟人说了 我十岁的时候 我就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 二十岁的时候 在抗战期间 我们是流亡学生 真的是流利世俗 脱离了家庭 但是走到任何地方 都还有好心人来照顾 那时候好人多 这现在可不得了 现在你要是流亡的话 谁照顾你 那么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你顺年顺年 你去比较 真的是事丰日下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 所以现在这个打劫的风气 在全世界哪里都是 这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学佛的人知道 人跟人之间四种关系 这是我们不能不相信 要不相信 你的学佛就败学了 佛给我们说 人跟人的关系 从父子到朋友到一般人 都离不开这四种关系 保恩 保怨 讨债 还债 如果不是这四种关系 那就是陌生人一样 彼此决定不会侵犯 不会干扰 我们今天被小偷偷了 被强盗抢劫了 跟过去世的因 统统有关系 这个事情 连美国有个预言家 这个是在二次大战当中 很有名的 很出名的这么一个人 凯西 我看过他的一些报告 他实在讲 他的能力不是他自己有的 是灵鬼附身 借他的身体来做好事 这个灵鬼是个很善的灵鬼 你比如说赌博 问这个什么彩票的时候 他不答复你 他不跟你讲 你问的是好事情 他就告诉你 你问的是 搞贪嗔吃慢的 他不答复你 所以这个灵鬼是个很善的 那么他曾经说过 世界上任何人